当这只悲伤的狗被发现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街头时,它似乎不喜欢人类,它并不具有攻击性或恶意,它只是一只非常悲伤的狗,不想与任何人建立联系。 在送往收容所的途中,直到有一天,它看到一个特别的人站在它面前,它的反应会让你流下泪水。 这是一个关于永恒的爱和永不放弃希望的伟大故事,当田纳西州的这个家庭领养了它们的小狗时,它们立刻就爱上了它,它们叫它小不点,因为它是一窝小狗中最小的一个,它们知道它再也不必为食物而奋斗了,它们打算尽它们所能地给予它一切。 它们住在农场里,它将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漫游,起初,它们总是让它离得近一点,因为年轻的狗还需要学习界限,它们需要保护它的安全,小不点过着幸福的生活。 随着它长大,家人相信它知道自己在哪里,并且不会冒险前往危险的地方,那时它大约三岁了,从未试图离开过地盘,家人以为它是安全的,但这是个错误,一个它们会付出太大代价的错误, 一个会在多年后仍然伤心的错误,有一天,它们叫小不点回来吃饭,但它没有来,这真是奇怪,因为它从不错过吃饭的时间,家人迅速四处寻找它,但它在财产上却不见踪影。 它们搜寻了每一个角落,但它已经消失了,它一定是离开了地盘,现在可能迷路了,它们寻找了好几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年过去了,它们失去了希望,不相信它们会再见到自己可爱的小狗。 不知何故,小不点已经走了十英里或十六公里,开始在街头生活,周围都是商业区,善良的陌生人习惯了在附近看到这只狗,它们一直给它喂食,它总是感激地接受食物,但不允许它们以其他方式表达爱意。 它是一个孤独者,永远不会具有攻击性,但也不会鼓励熟悉,该地区的每个人都认识它,它也没有给自己惹麻烦,所以它们让它自生自灭,只确保它始终有水和食物,然后,疫情来袭,人们不再进入它们的企业,而是在家工作,没有人会在周围喂小不点或照顾它。 那时已经有很多善良的人照顾了小不点两年多,它们开始担心它,市政府收到了一些请求,要求去找到它并照顾它,这也就是它们所做的。 小不点被找到并带到了华盛顿县约翰逊城动物收容所,在收容所里,它被命名为罗斯科,那里它有一个温暖的床睡觉,充足的食物和水,甚至偶尔还有零食,它礼貌地吃这些,但当收容所的好心人试图和它建立联系时, 它就退缩到了自己的壳里,许多流浪狗刚来到收容所时都会感到害怕,它们需要时间适应新的环境和只想爱它们的人们,许多狗只知道痛苦,可能会害怕人类,但对于它们现在称为罗斯科的狗来说,似乎不是这种情况,它从来不怕它们,它会礼貌地从它们手中接受零食,而不是抓住它们,但它只是没有展现出任何情感,它对于它们中的任何人交朋友没有兴趣,收容所的主人, 汤米说,它好像不想被我们安慰,它不想被触摸,就像它只是存在着一样,不管它们做了什么,它对此都没有真正的兴奋,它们试图让它和它们玩耍,给它玩具和零食,它从未表现出任何情感,它的尾巴从未摇动过,它对生活毫无乐趣,它只是存在着, 根据汤米的说法,它胆怯而保守,就像它没有个性一样,它根本不像一只狗,在收容所待了六个月后,情况没有改变,它和第一天被带到那里时一样顾僻,它仍然什么都不想和它们有关,很明显,尽管它们的最好兴趣,它们永远也无法触及它,但同时,它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或其他行为问题, 这使它无法被领养,只是因为它不太爱亲密,并不意味着它不配有一个好家,但会有人愿意领养一只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它们最好的朋友的狗吗? 它们不知道,但它们必须给它一个机会,收容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使用社交媒体页面来提高人们对可领养狗的意识,这是因为在疫情期间人们不能随便来访,因此,它们决定也会发布一篇关于罗斯科的帖子,它们不会过度吹嘘它, 它们不希望它因为人们没有得到它们期望的狗而被送回收容所,所以它们决定几乎坦诚地表达,它们希望它能感到舒适,并找到一个永久的家,在那里它将拥有它生活所需的空间,而无需期望它会很亲密,因此,它们解释说,它们把它放在收容所已经有六个月了,但它并没有和收容所的任何人建立任何联系,而且它明确表示它不想,它们接着说, 它会接受零食并且礼貌,但然后会迅速离开,这篇帖子还解释说,收容所认为它大部分生命都是流浪的,并以一种警告结束,说如果你想要一个亲密的伙伴, 那么它不会是你选择的狗,它们点击了发布按钮,然后等待开始了,它们真的很希望能为罗斯科找到一个好家,让它能快乐,尽管快乐似乎不是它熟悉的情感,但至少能让它感到舒适和放松, 大家都为这只拥有悲伤棕色眼睛的大狗感到难过,它们会为了看到它快乐而付出一切,但它们永远不会想到它们的社交媒体帖子对罗斯科余下的生活会产生巨大影响, 社交媒体帖子确实吸引了一些人询问罗斯科,但有一个人的消息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当汤米读到来自一个曾看到收容所帖子的人的消息时, 它感到震惊,这个人声称,它们相信罗斯科就是它们失踪了三年的小不点,起初,汤米非常怀疑,它们估计罗斯科大约六岁了, 如果它失踪了三年,那就是它生命的一半,这个人怎么可能确定这就是它们的狗呢? 难道只是一个抱着希望的人吗?当它们意识到罗斯科实际上并不是它们失踪的小狗时,它们会失望吗? 小不点的父亲给汤米寄来了一堆它们拍摄的狗的照片, 其中许多照片显示了它毛皮上的独特斑纹,当它将这些与罗斯科身上的斑纹进行比较时, 它们看起来非常相似,罗斯科和小不点可能是同一只狗,但即使是这样,会有任何不同吗? 这不是一只快乐的狗,它可能不会认出或在意它的主人已经找到它, 汤米安排了一个时间,让这个人来见见罗斯科,这样它们就可以看到团聚是否会如它们所希望的那样进行, 这个人进来了,你绝对不会相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它们打开了罗斯科的笼子,它抬头看着这个人,经过几秒钟, 当狗最终意识到站在它面前的人是谁时,它完全变了样,它摇着尾巴,微笑着,甚至流泪了。 这不是收容所工作人员所知道的那只狗,它展现出了所有的情感,清楚地记得它的家人,它只是一直在等待着与它们团聚, 现在它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快乐的狗,它们会确保它再也不会走失,这是一个关于不放弃希望的伟大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